台湾与欧盟合作建制了全球第一个最大的6G实验网 今年的6月台湾刚赴比利时安特卫普参加了欧盟指标性大会 欧洲网络通讯届6G高峰会 而今天返台展示了最新的6G技术 除了通讯更结合AI感测 台湾与欧盟全球最大6G实验网目前所展示的是通感融合及AI人体感测 走进一个空间只要坐着或站着通通可以辨识 6G不只有通讯还可结合AI感测 工研院提供相关控制机制 台湾中山大学展现通感融合演算法 科技业者负责场域人流分析验证 可以加速6G在各式各样的场域 比如说在工厂里面我们可以来做一些人机协作的一些相关的应用 台湾欧盟展示6G联合实验网计划成果 工研院产学研团队与全球最大6G sandbox开放式创新科技平台技术合作 这次台湾以及欧盟四个国家 我们共同来宣布说 将来我们要去建置一个全球第一个6G的实验网 未来6G的这个科技商业化以前 我们五个国家可以大家一起共同来发展6G的新的科技 与欧盟联媒合作智慧反射面板技术 解决巷弄狭载 迅后覆盖不良问题 这次试行国家区域就在西班牙第二大港马拉加 创新科技持续解决问题 经济部携手工研院 深化欧盟技术伙伴关系 带入台湾RES业者 台湾今年参与6G实验网技术交流 为非欧洲最大国 受到欧盟高度重视 新唐人给这件事 最近好news 想要谈谈台北 采访不懂